今天前来调解的冯女士和马先生结婚三十多年 回顾三十多年的婚姻经历 冯女士说丈夫一词在她的心里是个可怕的存在 她的缺点太多了 崩溃了 现在一定是 年轻人 当时丈夫爱赌 行为做派放荡不羁 好在回归家庭后 马先生浪子回头洗心革面 正当冯女士憧憬着生活变好的时候 马先生再次给冯女士当头一棒 抓个先行 那个女人在那打电话 她在她沙发上坐着 就她两个人家里没有任何人 难道是在床上抓住这算是 对于冯女士的指责 马先生给自己找了一个滑稽的理由 三十多年的夫妻感情为何走到今天简不断力还乱的地步 认了三十多年的冯女士为什么今天选择不再原谅 我们的这场调解马先生能幡然醒悟吗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 不停犯错的账法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 欢迎李老师 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冯女士和马先生 问一下两位当事人来金牌调解 是想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就是离婚不离家 这几经济上就是天天都是围着钱都是抄起来 这是谁提出来的离婚 我 离婚不离家有多少年了 离婚就二年多了 这两年多还是生活在一起 就这几个月是基本上是生活在一起 这算是复合了呢还是什么意思 复合了就算是 那你下一步是想办理复合这个手续呢 还是说讨论别的问题呢 复合手续我是坚决不白 因为他的错太多 接下来就是想 合好呢都是经济大权必须我抓的 合好的意思是指什么呀 合好都是真的不复合 就是够一堆 就是找着闺女和孙女 就是大家还这么生活着 对 但是要有经济大权 对 那如果没有这个所谓的经济大权呢 那确定地分开 好 马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以后还是最后还是 可以做好好的生活 他说现在好好生活的 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一个条件 就是经济大权得由他来掌握 那看看咋说的 怎么想 那以后都改善了 那交给他也无所谓 关系好了就无所谓了 对 关系不好的话 那交给他我的母保证我也不交给他 你也有担心是吗 肯定是 他刚才非常明确地提出来 复婚是不可能的 那我也是这样看 无所谓了 无所谓 不复婚 该说再好好过下去是一样 你觉得你们有可能好好过下去吗 那看两人都是各自的改变 改变什么 脾气 各方面反正不足的地方 主要是脾气的问题吗 在冯女士看来 谈复婚不可能 但生活在一起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他要掌管经济大权 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 冯女士说 和他们三十多年的婚姻经历 密切相关 从这段婚姻开始 家里的一切都是他在苦苦支撑 早年 马先生沉迷赌博不顾家 冯女士是有苦说不出 为此两人经常吵架 孩子出生后迫于经济压力 马先生决定外出务工挣钱养家 冯女士满心欢喜地认为 丈夫应该是成长了 有了担当 可是一通电话 把他所有的希望都给湮灭了 公安局里找到 公安局找到 是的 他手都不按上 是因为堵这个问题吗 不是 你是说还有犯别的错误 是犯错误了 公安局找到 跟合伙就是 捣钱 捣钱的摩托 你不是在打工吗 打工就是这个人 我好像是 五万年 给人家摩托推炮了 住老了 多长时间 住了三年多吧 那他不在的那三年 你心理上也好 或者说精神上也好 会受影响吗 还是说 会呀 农村赶在这种活 找找爷爷都 怎么过的呢 尤其那些体力活怎么办呢 爷都能干都干吧 心理对他会有怨恨吗 当然有了 他在里面 受教育那三年多 你有考虑离婚这件事吗 在难的时候 考虑 他住间离婚 他跟我会 回来一封信 说得可好 我也想着就是 年轻人把他烦错了 有害 也都原谅他 说想着他受受教育 都出来得好 也许会好转 对 所以是抱着期待 他能可能通过这一次 就能改了的这种心态 是吗 对 在他被判刑以后 你心里希望 他出来以后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心里的期待是什么 期待他好好地回来 平平安地过来 那么过来 穷点的 都可以在这管号都中的 别出这些问题了 他说他在等待一个 能够有改变的老公回来 那回来 那慢慢不是都 比以前的好多了 又改变了 你有看到改变吗 改变的 他是零二年回来的 零三零四零五 就是干活 算是跟着干活 他干啥我干啥 我给他奶奶 是干的一门一样的活 就不是那种到处跑的 不见人的这种状态了 对 出狱之后那三年 你的表现是很好的 那三年你自己是什么状态 都是回到家 反正要干的都可好 你对于他这三年多 他一直在家里 一个人就这么撑着这个家 一个人做那些事 他刚才也讲了 那三年过得 其实不容易的 那我心里我肯定会照 是不是 他付出的 当然我心里我也照 出狱后的马先生 喜心革面 在生活上变得踏实了许多 主动承担起了家庭责任 两人的关系 也慢慢的有了缓和 基于这个状态 为了改善家庭经济条件 冯女士决定自己也外出打工 可没想到 她的离开换来的是 丈夫的当头一棒 我回来头一天 他都给那个女的打电话 已经都有那个感觉了 他那一天 他说给他直接干活去的 干脏活的 他拿个亲戚衣服 他一拿一亲戚衣服 我心里上都不对劲了 半个小时我过去 他都不在这 不在这 我干活不在打电话的 我站着路上打电话 他给那个女的 跟买弟弟那狗里头 不知道能杀的 我一打电话 他站起来了 我都干活不在路上 都看见他了 然后我就 接着那个女的 看她是谁 他做着保证 不再跟人家联系的 不再跟人家联系的 那一天 我一想一天 他跟楼上睡觉了 很长时间他都没了下来 我感觉都不对劲 我上去一看 他不在楼上 我跟哥儿俩一路去 直接都去那个云里家 你知道那是谁了 对 直接抓个线性 当时怎么解决呢 怎么解决 开开门的 当时我的脾气也可能 我都打那个女的嘛 她就拉我去的 她当一个人家来打她的 她打个人家的 怎么解决 有时选择原谅啊 她有些保证 过程都是她叫她的 晚点好点去过 是好话 她做保证 不再联系 一方面朋友帮忙劝说 对 另外一方面 她诚恳地跟你做保证 对 你当时 原谅要 出于什么 出于喝症 他人都信信服的 你只能存在 就是 不如一个万种牙 喝是信不赖信服的 还是考虑孩子的 还是考虑孩子 你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呢 她就是出去打工的 我出轨了 她在外面地里看到你的那一次 她选择了原谅 因为你说你保证 不再来往 是的 那世界都没有啥 如果事情就到那为止 那就叫做没有啥 对啊 但是没有啊 不会是她在家 现象抓住来的 后面怎么又发生了呢 回来还是 她前面都是笑话 前面都是为了家事 还是因为烦她 我在烦她 对 气她那件事 你这个行为 已经是完全不管不顾了 而不是我只是气一下她 不是这么简单 你有为这个 曾经犯这个错误 做深刻的反省吗 那都给她 小过机会保证 保证什么 不再犯 类似的错误 基于什么 所以我不再犯 那个家庭 那个整个气氛好 你在心里 真的在意这件事情吗 那肯定是在意 提到这次出轨 马先生做出了反省 还当着妻子和家人的面 做出了保证 承诺绝不再犯 看到丈夫表下的决心 和这些年的改变 冯女士选择了原谅 把自己的重心 放在了做生意上 对于当时的冯女士来说 只要丈夫不再出轨 就算生活苦点累点 他都能接受 此后的日子里 马先生也算是守住了承诺 生活还算是美满 直到年初的春节 当大家都在迎接 新年的到来时 冯女士迎来的 却是对丈夫的再度失望 大年初一 我来到他家三十年来 从来木楼手骨 跟我描绘 都是大牌 可今年出去旅游去了 一个人 给哪一个女人呀 我在家带孩子 我日子媳妇 我说你出去玩去吧 我个家看会儿 快中午的时候 媳妇回家问 妈 咱那黑车谁开走的 我说我不知道呀 我说只能把他开走了吧 我心里上 就说可都有这个隐形的 我直接拿了电话 拨电话 他说个苗圆 就个完整的苗圆 我好 你个人不懂 个人 我开车几分钟 我都倒了 我去看看你 他有时候他个中八点 他全都是瞎唬 他还给我找出那个 人多描绘那个哪儿 给我找过来叫我看 但是你已经完全不相信了 我已经完全不相信了 等着他回来 海面有个大问题 我们都说啥 等着我二十天 二十七处要走 丈母娘去嘛 他那车上 摘了很多那个女人 那个毛毛 儿子回来 喝了一点酒 抓住他那鱼灵子 上那两下 他说我说的是 他还给他一入的 老婆的 身上的 反正又是找了一个理由 对 我已经不相信了 我给他手机 要过来 给他手机全都打开 给他给你专长的纪录 这个女人的头衔 都给他手机上 我才做的 看完以后 他说是微信 去罚上的 罚上他想起来聊 他给他 跟他这儿媳妇 包装 冯女士怎么也没有想到 丈夫会堂而皇之地 在万家团圆的日子 与别人约会 虽然马先生和从前一样 再次承诺不再犯 可冯女士已经不再相信了 她说 丈夫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那一天晚上就是 喝把汤她又出去了 一会儿的工夫 我出去找她 我都知道她去上站去了 我去那个女的家 我在她的门外听见 有对话声 我回家搬了一个梯子 直接爬枪过去 那个女在那里打电话 她在她沙发上坐 坐着 就她两个人 家里没有任何人 难道说 在床上抓住 这算事 然后呢 你怎么处理 我都跟喝打电话 我这几十年 我过买过东西 最后买了我手机 刚好看不通 她抓住手机 这是我给你买一手机 抓住个帅的 帅了电话 喝那门已经通了 喝都知道是杀了 这点喝的媳妇 可都去了 去了 喝的媳妇 给我拉回家了 那你们俩最后怎么解决 最后回家离婚 这一会儿提离婚 这些年坚守那个底线 没想到就这么就突破了 是啊 你有这个问题吗 是不是又再次出问题了 有啊 有这个问题 的确有 那我找给她 其实是有没有啥 这是精神出轨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 各家犯 天天都是抄的 都是抄的 还是因为她 三天两头都是抄的 在那几件事里面 是一步一步一步 她看到的你是每一次都是采取欺骗她的一个谎言 在我们看来一次一次程度比一次要严重 就是最后一步 你为什么还是要去碰呢 那当时反正我心里也可烦 我那一阵子都是 只要你烦 就只要你烦了 不管事态有多么严重 我就是随心所欲嘛 那我也没考虑那么多 出轨本是挑战婚姻底线的事 马先生一句没考虑那么多 再次轻飘飘的给出了解释 丈夫的这个态度 让冯女士下定决心选择离婚 马先生也爽快地答应了 不过办完了离婚后 马先生很快就后悔了 为了挽回妻子 他提出情感上一定收心 经济大权上交给冯女士 马先生上交经济的做法 让冯女士在情感上出现了动摇 为了考验马先生 冯女士提出可以共同生活 但暂时不复婚 他把安全感全部寄托在了经济上 可是当两人生活在一起后 冯女士发现 马先生似乎还有保留 冯女士想到 他对经济上这么苛刻 现在我不能挣钱的 生意又差了 我去叫他买三块钱的面子 都回国炒起来 都说花他的钱的 你们没有一个规定是吗 木牛 就是在19年 你们离婚以后 跟上一次 还能继续生活在一起的 那个底线不一样 对 你这一次的底线是 除了你不能再犯错误之外 经济上起码你要有一个 过得去的表现 对啊 重新生活在一起的两人 展开了新的博弈 钱全部进前妻的口袋 马先生心有不甘 可冯女士坚信 只有管住马先生的钱 才能管住他的人 就在两人 争执不下的节骨眼上 一件节外生枝的事情 突然而至 我们节目继续 我去干活了 他个家来 钱丢了 丢两万多块钱 他干那个活嘛 都是 不管晚上一天两天 什么时候会压的时候都有 就是那个闷嘛 不能缩 他领的钱 他说给你发工资的 也两万块钱 搁他身的地点丢了 全丢了 对啊 丢了他报警了 警察去拍拍照弄弄 那警察给他说说是 百分之七十是我偷的 警察说 他给我说的 他也认为我偷的 教育哪儿都是说 是我偷他的钱的 人家偷他的钱 人家偷他的钱的 因为那家 就是要看着门了 这个你是分析 作案可能性 我问一下你 他为什么要偷这个钱呢 你怎么看他 你觉得他真的会偷吗 那他都拿着花了嘛 那自己家的钱 他拿着都算了 以前拿回也拿着我 以前我拿什么离婚之前 你打着派我 见钱对你我手来 所以在你的心里 在经济这一方面 你对他的看法 到底是什么样 就觉得他是 逢钱必拿的人吗 逢钱必要的人吗 那不是说逢钱必要 反正是我的钱 他见到他肯定都要 所以你现在 得把钱看紧一点 不能像他所说的 都交给他 我手机上的 以前我的名门 他们都找 他的三百块钱 他自己放错 错底着的 他问我说 我拿着钱的不扭 我整个洗澡 洗衣服的 我说出来 我说我不扭 意思都是 我有拿他的钱 是两万块钱的事 在前 三百块钱在后 是吗 对 你就说从那个事以后 他在经济上对你 他不放心 总怀疑你 后来证明了 是他放错了吗 我不知道 他说他找出来 那他有跟你道歉吗 不能 这一定冤枉的 那另外我也冤枉啊 更受不了是吗 我也是往刑警队去报警了 但是他 一直都不承认 我跟你说一下是吧 一直 刑警队都说 那个 也是说 所以你觉得这样过下去 也很不安全是吗 那就是嘛 经理也很清楚 即使他又回来了 可是你们生活在一起 那个过日子状态 还是以前的状态 还是不舒服的 是的 那我要问你 马先生 你觉得什么情况下 才能感觉到 大家是一心一意 一起过日子的 你觉得怎么做 才能达到这种状态 那两个人都该善了 我该不良的习惯 不搭配 没有男女关系这些事 这个事做得到吗 那肯定做得到 现在你觉得说 这一对 这几个月 都是没有这个问题 那几个月 今天你说了 复婚是不可能的 对 那分开 彻底分开呢 彻底分开 都彻底分开 我不想复婚 我也不想给他 搁一座人 我已经崩溃 想清楚了吗 想清楚了 因为你上场的诉求 是说 只要他把经济大券 交给我 我就是还可以一起过 他这标线都不重要 他实际上全都是瞎话 马先生的态度 让冯女士彻底失望了 回望这段三十多年的婚姻 冯女士说 自己是全心付出 眼下 他要照顾女儿 孙女儿 没有任何经济来源 马先生在经济上 对他如此不信任 这样的感情 他不要也罢 看到双方的情况 观察员老师 决定给两人 好好的分析一下 马先生这里 我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 我也没想那么多 没办法 就那样了呗 你的这种心态 让我想起了 现在一本非常流行的书 叫 《稀缺 我们为什么变得贫穷》 这样一本书 这本书当中 它就提出了一个 我们生活过得很糟糕 繁忙又贫穷 一个根本的原因 不在于别的 在于我们在做出选择的时候 我们总是一种 很短式的行为 我们没考虑那么多 比如别人问你 为什么会犯那样 一个法律错误的时候 你说 我也没想那么多 就把别人的摩托车推走了 你说得轻飘飘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代价是什么 你的三年青春 甚至还会影响你的儿子 和你的孙子 未来的就业 当老师问你 为什么会出轨的时候 你说的是 他天天吵我 吵得我心情不好 我就出轨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每次出轨之后 要花出多大的代价 来修复这个关系 你每次轻易地 向别人保证的时候 为了他的原谅 我先保证他再说 做不做得到我不惯 这其实是非常糟糕的 我给马先生的建议是 第一 我们做任何选择的时候 稍微长远一点 第二 对妻子 以及家里的很多事情 不要轻易地回答 刚才主持人问你 那你的生活怎么办呢 想不想复婚呢 复不复婚无所谓 你随意地就回答了 你知道回答到 对方的感受吗 你无所谓 你来这里干嘛 所以 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想长远一点 做任何承诺 或者回答的时候 动一下脑筋 冯女士这里 很多人会非常同情你 我也很同情你 你也自己说了一句话 我很要强 要强的背后 其实是不强 所以你哭得心里哗啦的 你没有办法 你很痛苦 所以冯女士 别再做那个要强的 对前夫恨铁不成钢的 这样一个 我给你的几点建议 第一 我们是希望他回来 那我们就说 我希望你能多照顾我一点 正面的表达 不要浑身带刺 把他往外推 第二 针对在你们两个人的 这个关系当中 我看得出来 我用了一个词叫 恨铁不成钢 因为他让你失望了 你反复地批评 在我们心理学上 有一个叫 欲言效应 当你认为某一个人 是什么样子的时候 他就会如理所愿 变成什么样子 当我们希望别人 变好的时候 我们不要总盯着 他的缺点 可以试着 带着放大镜 看看他有没有优点 那如果能这样做的话 或许会对你自己有好处 不是对他有好处 你们俩给我的感觉 第一个 虽然你们结婚 这么几十年了 但是我觉得你们俩 相互之间的夫妻感情 并不是很深 然后呢 您所说的 整个婚姻过程当中 包括家庭的中担也好 包括小孩的抚养 教育等等 这些事情也好 主要都是由 缝女士来承担的 而马先生 在你们这个婚姻生活当中 除去丈夫这个身份之外 父亲这个身份之外 他本身是比较缺位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你们的父亲生活 除了平淡之外 就是矛盾以及争吵 第二个 你们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不论是出轨也好 不论是争吵也好 你们最大的问题在于 你们从来不在 自己身上找问题 都是在对方身上找问题 以缝女士为例 你确实是承担了 家庭的非常多的责任 所以你对于你自己的这种 想要获得认同的感觉 你是非常强烈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仅没有获得任何的认同 你反而遭遇到的 都是丈夫的忽视 甚至是出轨 对你的伤害 至于你的情绪 非常的容易暴怒 你的生气也好 愤怒也好 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合乎常理 但是你把所有的原因 都归结在 他一个人的身上 而往往会忽略掉 他一直跟你控诉的 你为什么总是在跟我吵架 另外一方面呢 马先生也是一样 两次出轨 是吧 从来对家不承担什么重大的责任 你很轻飘的一句话 对 我是错了 那还不是因为你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家庭和夫妻矛盾 怎么去调和 能不能看看自己 到底做了些什么 自己想回归一个家庭 或者想好好维持这个家 是不是要从自己身上 找找原因 它才有可能达到你所说的 我希望这个家 好好的这句话的 这个状态 最后呢 对于你们俩现在的状态 不管是不是复婚 还是要重新生活在一起 你们现在甚至就是 因为没有其他更合适的 就干脆在一起 凑合着过一过 而凑合着过一过的 取决于什么 第一 经济上 是不是能够让两个人都满意 冯女士上来就跟我们说 我要掌握经济大权 否则我不可能同意复合 你们现在这种相互 都像两只刺猬一样的生活方式 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因为冯女士 没有马先生提供的经济支持 她就生活不下去 还是马先生 没有冯女士和孩子们 在身边的生活 你也活不下去 所以你们两个才要这样 经济生活上相互捆绑在一起 还是说你们真的还对对方有感情 这个问题我觉得你们要想清楚 如果是我说的第一个原因 那很好解决 你们真的不适合在一起 两个人这样相互在一起 除了天天互相伤害 打架 吵架之外 没有任何的好处 所谓的经济的原因 或者所谓的家庭乐 以完全不用你们两个复合的方式 都可以解决得了 但是如果是第二个原因 你们确实是对对方 这几十年的夫妻感情 确实放不下 如果是这个原因 我觉得你们可能还有希望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原因 那可能不是很适合 其实你们两个人 陈述了这婚姻 这二十多年里边这些事 让我们所有人听来 你们俩就是一个 稀里糊涂过日子的人 是的 是的 既谈不上行为准则 也谈不上婚姻方向 更谈不上个人的价值取向 其实什么都没有 对对 就是糊里糊涂 糊里糊涂过日子 就这么糊里糊涂到这种份上 还是糊涂不下去 那问题出在哪了呢 就出在哪怕少花的三块钱 两个人都能闹矛盾 人生大事上皆糊涂 小事上往死的杠 这恰恰就做反了方向 人无论在人生自我的经营上 还是在婚姻的经营上 都是抓大方向 要知道大方向是什么 比如说出轨 这就是大事 比如说赌博 这就是大事 盗窃 这就是大事 可是你大事上都能糊涂 都能过得去 你盗窃了 你蹲监狱了 我等 你赌博了 没事 我等 我原谅 你出轨了 我原谅 我都过得去 一糊涂到底 而且还一糊涂再糊涂 知不知道啥叫 基本的原则和方向啊 你想清楚 你现在重新的复合 到底是干嘛 你觉得是面子上好看了 还是哪好看了 到底啊 咱能想想清楚吗 马先生这边 其实我也不理解你 从你们离婚之前 你基本上就处于在外漂泊 你在这个家庭当中 基本上可有可无 该出轨的出轨 该赌博的赌博 该犯错的犯错 是不是 你对这个家 你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 屈指可数的 我刚才做了下总结 大多数婚姻 在中年人离婚之后 都是男人来求复合的 其实男人在外边 嘚瑟是需要以家为根的 就自己老婆只要还能干 自己老婆还照得住啊 然后我在外边 嘚瑟完了 我还有这个家可以回 我突然之间发现 家庭是很多 不负责任的男人 在外边嘚瑟的 最后的底气 不然的话 你回来干嘛呀 回来还整天听得 唧唧歪歪了 还听不下去 两个人过得还不好 为啥呢 是因为爱这个女人吗 是因为让孩子这家 完整面子好看吗 真没咋想 没咋想 马先生 你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你对生活本身就 毫无概念可言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 什么婚姻的概念 你也没有什么婚姻 忠诚的概念 你也没有什么 男人责任义务的概念 就其实你是个 没概念的人 我们要有个概念 如果有一个自由的概念 咱就不再重新复活了 如果你有了一个婚姻的概念 那就回过头来 跟自己的老婆 踏踏实实好好过日子 争取重新复婚 老师们提醒冯女士 要想清楚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 这段婚姻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 而对于马先生 想要挽回这段婚姻 不是嘴巴上说说 而是要学会承担责任 知道什么可为 什么不可为 密室里 冯女士说 她坚守这段感情 和她13岁的女儿 有着很大的关系 离婚的事 冯女士至今没和女儿说 她怕孩子会想不开 除此之外 冯女士还要照顾女儿和孙女 这也需要马先生经济上的支持 所以两人一直无法分开 廖喜玉希望冯女士 对这段感情能够想清楚 不要反反复复 我问你 你心里有她吗 有她 你希望南方怎么做到位 她挣了钱 我的关注 20%为她个人 比如说零用钱 但80%要交给你 还有第二个要求吗 说句话她都得给我抄起来 都得骂张话 等于就是要好好沟通 对 冯女士表示 现在她就是希望马先生 能够把经济交到自己的手里 只有这样 复婚才有可谈的余地 密室另一边 李洋老师告诉马先生 不能只在口头上说想复婚 而是要落实在行动上 我跟你一个小小的建议 首先要态度 不要说不说位 你要说 我很在乎这个家 从何的方面来说 我们远期目标 是要把这个夫妻关系 弄得更好 那弄得更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比如我努力去挣钱吧 我努力挣钱 你说80% 我跟你80% 那我给自己定一个底数 两年 两年内 如果你感受到了我的诚意 你愿意给我和好 那咱们就好好过 这两年来说 最起码这个大小支出什么 都基本都是我 你家过得好好 钱谁拿的不是一样 是不是 马先生的内心 还有一丝顾虑 他不知道冯女士目前 究竟是什么想法 这时 廖喜玉带着冯女士的想法 和要求找到了马先生 他是愿意给机会 也愿意你回到这个家 他这样讲的 就是你工资的80% 就交到家里了 因为他现在正乎 两个小孙女对吧 要正乎家庭里面 他可能就脱不了身 去赚钱吧 你愿意吗 愿意 那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来就是你的态度 对他好一点 态度不要冷冷漠 要不就是那种暴力的态度 听到了冯女士的想法 马先生在态度上 也发生了改变 他表示 愿意将工资交给冯女士 与此同时 李洋老师 也带着马先生的想法 找到了冯女士 我也刚才跟他说了 你不要一上来 就要求什么复婚 你要复婚的 做这个复婚的样子嘛 如果你老是这样 吵吵唠唠的 复婚有什么意思啊 是啊 所以我刚才也跟他说了 先不要谈复婚 你先改善自己的行为 改善自己的担当 先把日子过好 对 他同意把80%的收入 交给你 作为家庭的开销 毕竟还有一个女儿要养嘛 他说的是 好好表现 将来 日子好了 你跟他复婚 他也接受 如果是 你自己中不复婚 你不能接受 那他自己也接受 冯女士的要求 马先生同意了 那么对于马先生 想要复婚的想法 冯女士会做出什么选择呢 通过调解 马先生真的能够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吗 调解 马上回来 即使环节结束 我们一起回到场上 了解一下当事人的想法 今天开朗年多了 以前接不开的 给他 解开了 解开了 你怎么就想开了呢 你想开了什么 就要给他机会了呢 为了家庭嘛 为了我自己嘛 也给他一次机会 也给家庭一次机会吧 以前就是 给他接不开的情况下 他真是都是 气话都气到哪样程度 给他要机会吧 就是 我自己也得改变 马先生呢 今天经过老师 就是指点 什么我也想开了 就是 老婆对不起 以前过去的都不说了 以后呢 就是 一定改 工资的80% 交给你管 说话 我也 态度也会改变好 那咱都改善吧 嗯 咱以后就是 好好过日子 也开始为了这个家 为了咱自己嘛 那重 谢谢啊 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 各位老师 想明白了 就好 其实调解的意义 在于你们理清楚自己 搞清楚定位 想明白了自己在做什么 这是最重要的 那既然决定 重新牵手了 怎么样才能把日子过好 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 调解的最后 冯女士还是选择 给对方一个机会 其实 在冯女士的心里 从来都放不下这个家 马先生一次一次的 突破底线的做法 让冯女士害怕了 心结就此结下 他不知该怎么解决 只能选择逃避 在这里 我们想告诉冯女士 任何时候都要想清楚 自己要的是什么 不要稀里糊涂的做选择 而对于马先生 我们想说 人的一生不能一直在试错 这样的成本太高 从现在开始 担当起自己的责任 弥补曾经的错误 唯有如此 新的生活才会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